非禮三男照獲聘,同軍令就載罵女童施署 10 年前,曾經非禮三個男童被判入奴教中心 獲釋後,麥振聲做過青少年中心 被炒後,又轉到小童軍議會 2009年,他在知道有童軍上童的時候 趁著燈光昏暗,竊立個八歲女童的底褲 卻施署半個小時 接年後,女子遇上他,告訴媽媽報警 他被捕後,聲醒對另一個十歲女生有感覺 曾經兩道摸對方屁股 專家說,有戀童逼他重犯機會極高 對青少年構成嚴重危險 就著三條非禮罪,法官最終判他監禁三年零四個月 還批評兩家機構未有盡責查清麥振聲的案底 有資深阿瑟說,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要到前年12月才實施,被鬼實施前入職 機構根本查不到,而小童軍議會說 已經要求現職員工陸續去到民政事務處宣誓 證明自己,無關犯過性罪行 Hit一下動全身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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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客 謝謝